那是2019年3月 一个漆黑的暴风雨夜 真的是这样啊 风太大了 大的都能把树给吹倒 吹到地上 这实在不是个待在外面的好时机 更不用说在海上航行了 然而 豪华的维京天空号巡洋舰 还是陷入了这一场混乱之中 而且所有的引擎都失灵了 3月21日 这一艘船自挪威的特罗姆塞离开 朝南方的斯塔万格前进 船上的人可以看到北极光和周围的雪景 这本来是一趟短暂的两天半之旅 但是你不知道吗 麻烦已然开始了 根据天气预报 海浪将高达8公尺 基本上这是维京天空号可以应对的 但在这趟航行之中 船上每个人所经历的却全然不是如此 3月23日 这艘船进入了胡斯塔维卡 这是一片危险的海域 以其汹涌糟糕的水域而闻名 风将船吹来吹去 随着他们的航行 海浪越来越大 越来越猛烈 有些浪甚至高达15公尺 和好莱坞力标的字母一样高 但突然之间 一个巨浪袭来 吞没了船身的一部分 并猛烈地推了它一把 海浪将海水冲进机舱中损坏了设备 保险丝烧断了 房间里的灯泡都熄灭了 插座不在供电 空调不在运作 最后船螺旋桨停止转动了 引擎熄火了之后是一片彻底的黑暗 巡洋舰就像大多数的船 有四个引擎和两个高压配电板 配电板由四台交流发电机供电 交流发电机会将机械动能转换成电能 所以当船上四个引擎都失灵的时候 其他的一切也就无法运作了 游轮上面也会有自行启动的紧急发电机 但可惜他们无法支援所有的引擎功能 在驾驶室里的船长命令轮机长去检查引擎 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从船上解决 然而糟糕的天气情况却不允许 起初大家都以为引擎熄火是因为无法冷却的问题 但紧接着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 当船在15公尺高的海浪中挣扎的时候 每个人的肾上限速水平都急速上升了 风从西南方吹来 让船身颠簸不已 引擎熄火之后 基本上这艘船就无法驾驶了 于是汹涌了大海将它推向陆地 一切发生的很快 在引擎熄火10分钟之后 船员们便发出了紧急呼救信号 搜救队一接到信号 营救行动便立刻启动了 但还是有个问题 当救援船从海上放下的时候 猛烈的风使得他们的航行也变得不太安全 在拨刀汹涌的海上 将人从船上接出来是一项危险的任务 所以他们剩下唯一可用的救援方法就是 用直升机了 一开始人们担心船体本身 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不断开来 毕竟这是一艘很大的船 几乎有200公尺长 船里面有一些松散的椅子和装饰品 在房间里面来回滑动着 盘子掉到了地板上 有些玻璃器皿也都摔碎了 连家具都不再安全了 机组人员建议乘客穿上亮橘色的救生衣 然后抓住那些还能够固定在地板上的家具 与此同时工程师们则忙着修理引擎 船员们还放下了两个毛 以其能固定住船的位置 但很可惜 毛未能接到海船上 直升机已经出动了 正缘人员唯一能够看到的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当他们看到这个点被强风吹向陆地的时候 整个状况恐怖的不得了 在发出求救讯号后几分钟 船被抛入了一个只有几公尺深的潜水海域 而海水还变得越来越浅 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以后 一则新的消息传来 每个人都必须尽快地撤离 工程师们还在引擎室里 他们试图弄明白 为什么四个引擎都失灵了 几架直升机开始进行救援 但是每艘直升机一次只能运送15个人 因此当直升机接近的时候 机组人员小心而缓慢地引导着甲板上的乘客 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飞行员则试图在移动的船上维持平衡 同时在强风之中保持 与其他直升机之间的距离 救援小组估计 如果要成功疏散船上所有人员的话 需要一整天以上的时间 他们需要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天渐渐黑了 空气也越来越冷了 但是海浪也慢慢平静下来了 到了午夜 工程师们找出了问题的所在 并且设法修好了四个引擎中的三个了 终于他们把船安全地固定在海上 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事的夜晚 早晨降临了 大约在那时 在几乎已经有一半乘客 经由直升机从船上成功疏散之后 船员将两艘拖船接上了这艘船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他们准备将这艘船运到附近的港口 船长叫停了救援行动 那天早上天气终于好转了 当天下午 当这艘游轮抵达莫尔德的时候 许多人现身在港口 并且鼓掌欢声 所以就我们能够理解的是 引擎故障是船舶可能会经历的事 就像飞机和汽车一样 导致故障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机械问题 可能是人为错误 甚至可能是因为引擎缺乏足够的照顾 上述我所说的这件船难 其实相当的罕见 毕竟现在船舶引擎的制造标准很高 也都会定期维修 想象一下你是大型游轮的船长 突然间你看到仪表板上的引擎控制器开始闪烁 你立刻呼叫在船上的总工程师 请他去机舱查明问题的所在 工程师会前往并进行所有的检查 以确定问题是否严重 或者是否可以在旅途之中解决 如果轮机长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那么船长将有几个选择 首先他们很可能得发出信号 以在海上寻求帮助 如果海面风平浪静 他们也许能够把船拖到附近的海岸 但是如果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话 他们必须以其他的方法解决 暴风雨的时候把船留在大海之中 并且把乘客移往安全之索 是最后的手段 因为将乘客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 比起留在一艘并未下沉的船上 还要更危险 救生艇也不在考量之内 因为他们的体型尺寸太小 一旦接触到海水就有翻船的危险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 当引擎故障的时候 是可以在船上把引擎修好的 就像挪威的维京天空号一样 当然会延迟一会儿 但是嘿 反正船本来就跑得慢嘛 如果工程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只有一个引擎故障的话 这艘船还是可以继续航行的 只是速度会很慢而已 或者也可以选择跳过一些港口 让船更快地抵达目的地 但是工程师们是不会放弃的 他们会努力修复受损的部分 基于这点 船长会决定行程是该继续还是该取消 这时可能发生的最糟的情况是 该船无法自己到达港口 而是被拖运到最近的港口 然而最糟糕情况的发生可能性 是为乎其为的 所以下次你要搭船的话 实在是不需要担心哦 高不高兴我跟你说了这些冷知识呢 旅途愉快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 请给我们这部影片一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 我们还有其他我想你会喜欢的有趣影片 只需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就好了 持续锁定在我们亮生活频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